谈论不同剧情看尽人生百态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大多数男人们的心中都住着一只狼 但有些人从表面是看不出来的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部 三个美女同住一屋 结果发现房东是个大色狼的奇幻电影 音像店的员工小美上厕所时 准备拿纸的时候 竟不知纸巾用完了 正当她一筹莫展时 卫生间下面忽然扔来一卷卫生纸 小美欣喜若狂 可用完之后她才反应不对劲 四处一看才发现 原来是店里的老板老刘正在偷窥自己 老刘一直以来 对店里的女员工们都有想法 上厕所偷窥的事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平时的时候 她还喜欢在言语上故意调戏女员工们 大家虽有苦难言 但拿她也没有办法 老刘经营着一家音像店 但她却从不考虑怎么赚钱 一心只想着怎么占员工们的便宜 久而久之 老刘在外面欠下了不少的债务 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债主 上门向她讨要钱财 即使如此 老刘也依旧不改自己的本色行为 店里的女员工们 个个都不愿意待在这里工作了 他们联合起来 到老刘办公室向她提出辞职 可没想到她听到后 居然在办公室里自弹自唱起来 原来她之前投资了一部电影 已经被一个大老板看上了 只要大老板买下了这部电影 自己的欠债问题就能解决 但现在老刘面临一个大难题 那就是在看影片的时候 里面竟没有声音 几个女员工解释道 当时拍摄的时候忘记收音了 本以为骗子卖不出去 所以也一直没有管她 老刘很是生气 但为了顺利把骗子卖出去 她只好死皮赖脸 求几个女孩们加班配音 可由于老刘这个人 平日里没有个正形 所以几人压根就不相信她 于是直接了当的就拒绝了 没办法 老刘只能打电话 给其他认识的人寻找帮助 可因为自己的名声不好 所以压根就没有人愿意帮助她 正当几位女员工 走在回家的路上时 小美突然感觉肚子不舒服 想回公司上个厕所 此时的老刘正在公司 心不在焉的上着厕所 拿纸巾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纸滚落到了门外 老刘急着从门缝下面钻出去拿 可一个不小心脚底一滑 摔倒在地 被弹回来的门砸到了脑袋 当场领了盒饭 等小美来到厕所 看到她这副趴在地上的模样时 还以为老刘又在偷窥他们 小美对着老刘骂了好久 可对方都没有回应 她这才发现老刘已经领盒饭了 其他人听到消息赶来公司 大家很后悔 没早点辞职 现在老板死了 工资也泡汤了 于是员工们开始哄抢公司的财产 肚子疼的小美又来到卫生间上厕所 忽然从外面扔进来一卷卫生纸 心想 这不是老刘平时最爱干的事情吗 吓得小美瑟瑟发抖 赶紧玩屎跑了出去 正在收拾东西的小美 感觉好像有人在脱她的衣服 回头看看有空无一人 小美没有在意继续收拾 可刚转过身 衣服又被拉了下来 她怀疑是同事在搞鬼 正要质问几个同事的时候 卫生间传来了尖叫 原来女同事上厕所的时候 感觉有人摸她的屁股 这下可把所有人都吓坏了 大家断定是老刘在搞鬼 更恐怖的是 现在公司的门死活打不开 大家都出不去 一个个在公司里大喊大叫 小美知道 老刘虽然好色刻薄 但本性并不坏 应该不会无缘无故的害他们 她觉得老刘之所以不愿意离开 肯定是有心事未了 此时老刘桌子上的录像袋 突然掉了下来 小美明白了 原来老刘是想让他们帮忙完成配音 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同事们 几人听了 虽然有点害怕 但是为了尽快能离开这个鬼地方 不得不答应了试试 几人戴上耳机 开始给骗子配音 可是面对此情此景 再加上他们都没有类似的经验 配几音来很不自然 小美一筹莫展 突然 公司唯一的男同事转过头来 对女孩们说 咱们再来一次吧 这个语气 这个口吻 就跟老刘平时一模一样 大家开始重新录音 在男同事的山洞下 女孩们也开始放飞自我 一时间 办公室里充满了各种惨叫 这次配音相当成功 完全符合电影想要的感觉 正当大家要开心庆祝的时候 老刘的鬼魂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眼含热泪地说道 真心地向你们表示感谢 就消失了 之后这部影片 不仅卖了个好价钱 还让员工们狠狠地赚了一笔 他们保留了老刘的音像店 继续在这里工作 这天 小美上厕所又忘记带纸了 这时 一卷纸从天而降 落到了小美的面前 看来 老刘就算变成了鬼 也还保持着一副色心 但此时的小美 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女生出门在外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如果遇到像老刘这样的 明色狼还好 但如果遇到内心阴险的人 就不知道会发生 怎样可怕的事情了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 关注转发哦